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,鸿海9月1日发布声明指出,Mount Pleasant园区内不断扩大营运,持续为美国客户生产伺服器,并于日前再加入太阳能逆变器的制造,并非完全闲置停摆,且集团在当地也已经聘用超过1000位员工。 至于与生产无关之建物,是资产活化的策略,也不影响营运。 鸿海也持续寻找更多商业机会,吸引合作伙伴进入园区创造更多商机。 第二则新闻 洋情国际旗下的卖位登早餐店,在上半年营收和获利都创下同期新高,并计划在2024年推出新店型,目标是在2025年全台破千家店。 洋情国际旗下另一个品牌炸鸡大师,也计划在美国市场扩大布局,目标是在2028年开出60家门市。 此外,洋情国际还推出新品牌涮金锅,将在9月底开出第一间店,第一家直营门市将开设于桃园中路特区,预定于2024年开放加盟,进而布局六都商圈。 洋情国际的展店力道持续加强,并且在各品牌中不断改革和创新。 第三则新闻 带您一窥钱宝乔高管的职场生存心法 前宝乔大中华区护肤品牌经理,台湾来亚前行销经理郭爱珊认为,面对办公室八卦,只要学会三招就能明哲保身,让同事觉得你上到,但又说不出你曾经八卦或伤害过谁。 第一招 转移话题 拿自己当画饼 你可以找几件与自己程度不相上下但也满下的糗事,大方分享,让大家觉得只要是人,多少都会犯错,只是程度的状态。 再来,如果真的要评论或聊下去,可以挑边角讨论,谈最无关紧要的事,切记别做人身攻击,不做私得评论。 最后一招,就是你可以装傻,假装自己是金鱼脑。 绝对要拒绝透露消息来源。 宁愿抓头,拔下大把头发说真的记不起来,也不要说是某某人说的。 郭爱珊提醒,从自己嘴巴传出去的话,不管对方再三保证,最后一定,肯定,绝对会像回力标一样,再度回到自己身上。 因此,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,成为留言中结基。 最后,带您拆解婉拒信的回复原则。 收到录取通知信是一件开心的事,但如果不适合,没有要报到的话,该怎么处理比较好。 职场专家建议,写一封礼貌且清楚的婉拒信,是最好的回复。 首先,当你决定拒绝工作机会,不要拖延时间,及时让对方知道你的决定,这有助于该公司更快投入下一位应征者,也是你能展现礼貌的最好方式。 再来,拒绝工作机会的原因不需要过多说明,只要简单概述即可。 第三,信件应该直接了当,诚实地传达你的答复,避免收到信件的人资解读错误。 此外,别忘记适当地表达感谢,感谢招募人员和用人主管,在这个流程中付出了时间和心力。 最后,如果你觉得只是职位不适合,但仍然欣赏该公司的文化与氛围,也可以考虑保持联系,或许未来会出现更加符合你需求的职位。 只要秉持这些原则,即可写出一封有礼貌又能正确传达想法的信件。 感谢您收听。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